大家好 那听到这里 大家对什么是书法 书法的现状应该有了大致的了解 那我想大家也一定很关心 书法的未来在哪里 书法会不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走下没落呢 下面我们来听一听 陶海星老师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 好 我现在讲最后一个问题 既然书法是这样一个存在 这样一种文化存在 这样一种艺术存在 这样一种生活存在 那他未来的方向是什么 会向哪个方向发展 书法会不会没落 会不会根本就没人理了 这是很多人关心的 还有些家长关心的很具体 我小孩学书法 他有用吗 高考加分吗 学了半天没用吗 你有什么用啊 好 我通过我从四岁多 学到现在和我的观察 我谈我对书法未来的看法 首先 未来 书法一定是光明的 它有一个最根本的前提 就是汉字仍然存在 汉字仍然被使用 汉字的最高的艺术表达形式就是书法 哪天汉字都不用了 这个民族就消亡了 那书法自然就行 这个民族在复兴 中华民族在前进 那书法一定是繁药 那书法一定是繁荣 曾几何时 汉字要消灭掉 是个圣消尘上 五四运动的时候 连第一流的学者都提出来 中华民族落后于洋人的原因是 汉字太落后 这种文字根本就应该 抛弃掉 所以有各种 拼音文字的方案就出来 赵元人的一篇文章 小年轻 一篇文章让所有的人闭嘴 大家有看过的吧 诗诗诗诗诗诗 诗诗在诗诗 诗里都住 汉字消亡不了 曾经说汉字是世界上最落后的东西 这是一波 这是一波 又一波就是改革开放 计算机科学发展以后 说汉字根本没法输入 汉字是一定会被淘汰的 结果呢 汉字和这个计算机技术 有天然的契合 另外就是 这个 任何新词 在拼音文字的世界里头 都是加法 只有汉字在做减法 我们知道 我们要学会英文 如果能顺利的和老美交流的话 你不一定看得懂 医学的书籍 看不懂我学过的高分子化学的教科书 因为他词还是那些词 他这不是的 所以 书架上 英汉地质词典 英汉石油词典 英汉化学词典 一本一本多的是 汉字不用 汉字拼一拼一个新词就出来 information 信息二次 现在你出来什么新词 他都能跟你说了 网红 所以汉字的组合能力很强 康熙字典收入的汉字 在 就是说常用在五万个左右 2013年 2017年修订以后 中国国务院公布的汉字的 汉字的使用常用字表 是3600多个字 常用汉字 而且一般的中国人 只要看懂 1500到2000个汉字 日常生活毫无问题 所以汉字是在做减法的 没有说现在碰到任何一个情况 我们再发明一个汉字 没有 发明的汉字 就我们学化学的最多 元素周期表里头有一大串汉字都是不得不拼出来的新汉字 其他不用 这么多年了没有人在发明过新的汉字 不需要 武则天发明了一个日月当空照 其他人还没这个资格 所以汉字是在做减法 联合国 联合国宪章签订的时候是四个语言 四种文字 后来增加到了六种 我跟联合国机构的有些朋友有了解 他们讲 联合国的其他语种在联合国大楼里头经常申请扩容 能不能把我们的库房再弄大点 只有中文库房还摆不满呢 出来的所有的联合国的文献里头中文版最保 汉字的 而且如果我们再用文言文的话 汉字就更用的少了 所以我说汉字的生命力 是永久不衰的 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这么宝贝的一个东西 在全世界的所有文化和文字范畴里头 汉字是绝对独特的存在 另外有些人说 汉字没 不写了还有书法吗 请注意 汉字已经完全从书写领域退出来了 过去我们大概就剩下一个 中国人就剩下一个写名字了 现在还电子签名 我们在这边签名还用的是英文 但是汉字退出书写领域以后 恰恰给汉字的艺术表达提供了更广大的空间 汉字那种二元性不存在了 汉字不书写了 就是书法本身了 使得汉字的书法可以专注的去成为一种独特的高度 这个精华的这么一种艺术存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